相信过去了这么久 还是有很多人非常的好奇 莫远哥哥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视频的 这莫远哥哥玩的第一张地图 是不是也和我们新手一样啥都不会呢 今天老莫就带你解开莫小龙的身世之谜 欢迎来到莫莫的第一个生存 生存之旅 我回来来来来来 这是哪呀这是我的天哪 前面是太阳后面是月亮 脚下都是虚空这是什么地方 嗯 莫莫你之前拿的就是这个图呀 不是 走了走了走了 哦粉红别走 等一下给我一点点时间 这是哪来着 哦我找到了小伙伴们 你们猜猜这里是哪里呀 哎你们肯定不会想到 这个地方只是猫猫的一个小小的度假村吧 但是这个度假村我一次也没来度假过 哎空落落的房间 连一个家具都没有 看我们外边这露天大泳池 当时我和我的贤弟叶子经常在这里游泳 不一般都是我先游他再游 我不愿意和他游在一起 他脚太臭了 好我们现在就要回我们的主小镇看一下了 哎要不就说你们后生的娃 能赶上科技发展带来的红利呢 曾几何时 那个年代的迷你世界玩家 有谁能想到 有传送舱这个东西会出现呢 要想去远一点的地方 必须得造铁路 你们知道这铁路 一造就是四五个小时呀 翻越大海 翻越沙漠 翻越兄弟的坟包 哎呦你们 对你们没有听错 就是坟包 你们知道当时一路上会到多少野怪吗 要历经多少的艰难 才能修过来吗 所以说现在 他没有传送舱 我们也得跑回去 毕竟我们没有小汽车呀 但是我们好像还有传送这轴啊 我回来了 哇 欢迎来到某某的 哎乡野小别墅 当然这个别墅看起来好像 有点点简陋啊 但是没关系 这是人家当时的第二个房子 接下来咱们就去看看某某的 第一个小房子 哎就是这个啦 怎么样 他还有个好听的名字 真龙殿 这里边住着一条真龙 看见了没 还是二层小别墅呢 外边看着是一层 其实里边有三层 一层通地下 一层通房顶 啊不对 我去矿道干什么 对了 咱们的箱子里还有一些 已经限量的宝贝 让我给你们找找看 看看有没有什么旧版本的遗物 大家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 嗨 就是这个啦 小伙伴们 猜猜这个是什么 嗯哼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魔力卷轴 可以赋予超能力哦 可快挖到帽帽帽 就能骗骗新玩家 瞧你这话说的 这怎么能是骗呢 耶耶耶耶 哎呦 这不是我大孙子吗 我啥时候成你孙子了 哎 你们可知 当时我们用一碗米饭 把他们俩从千里迢迢的外地 请过来有多艰难吗 结果拉回来 这俩肉东西卖的死贵 见商啊 哦 各位旅客们往这里看 我们现在看的这栋房子呢 就是老莫盖的第一个古风建筑 啊 因为盖的比较低 所以后边里边就没见了 就当是个凉亭吧 哎 这个肺炎翘脚 我研究了好久呢 接下来大家请往这里看 哎 这个是莫莫的全自动农场 哎 听说这三层的农场收完了 都不够一个人两天吃的 啊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大概是因为帅吧 然后 这是老莫最得意的小花园了 哎 其实当时是想盖一个宫殿 但是盖个盖 不知怎么 哎 就盖成一个小花园了 哈哈哈 接下来就是老莫最得意的作品了 哎 超大电动化的刷怪塔 哎 可以自动刷怪 自动收集怪物 怎么样 是不是看上去 非常牛掰 哎 而且咱们这个下边 用的还不是水流 用的是电动化 哎 下来的话就会自动被吸住 然后直接传送到底部 哎呦 我都走不了 如果小伙伴们喜欢的话 到时候咱们还可以再搞一个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最后一个地方 就是贤弟的家了 啊 我那逝去的青春 突然开始向我发起了攻击 这里就是我兄弟 曾经居住的地方啊 兄弟们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俩的龙椅了 啊 是说有点简陋 但是坐在这个樱花下 也是非常的惬意啊 谁能想到 那么懒的一个人 竟然 坐这么大一个阁楼 而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跟我卷一下 啊 人哪 你不逼他一下 他永远不知道自己 有多优秀 哎 剪不断 厉害乱 是离愁 别是一般滋味 在心头